快過年很多愛心企業或者人市場會捐白米或物資 在台北市中正區中情里的里長就發現 有獨居老人一次領了八包的白米卻放到長蟲子了 於是這個里長就規劃成立了幸福食物銀行 可以交換物資 也鼓勵民眾到社區當志工換取所需物品 架上有奶粉 有餅乾 有米 冰箱還有青菜 這裡不是雜貨店或大賣場 這裡是台北市中正區中情里的南機廠幸福食物銀行 這些物資都是民眾捐的 里內的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是有急難需要救助的家庭 都可以到這裡來拿物資 里長方合生發現有些獨居老人拿了物資吃不完放到過期 於是發想出食物銀行的概念 看到的就是很多的長輩他一個人可以在過年過年拿到八包米 可是放到家裡只有米就是生蟲 那怎麼樣讓這些食物重整過 讓得到需要的人可以得到那些長輩可以拿米來跟我換他的尿布 做事民眾在食物銀行開戶 這本存折裡面有500點可以來換所需要的物資 不只食物 衣服 尿布也行 點數用完可以到社區當志工賺取點數再換物品 而且全都電腦化 誰捐的物資送給了誰清清楚楚 連台北市政府都計劃把這樣的經驗複製到更多社區 如果他這個做得非常成功 那有一個圖形那我們就會再把這個部分呢 利用我們民政體系跟社政體系的力量 把它推展到台北市 食物銀行選在寒冷天氣中開幕 但是現場充滿了愛護溫暖 為了讓食物銀行長久走下去 里長也鼓勵有愛心的企業或人士 能將物資捐到這裡 讓愛心物資適得其所不浪費 記者 陳立峰 台北報導